至于结几件货 到最后什么样的 废话不多说 其实我是一农村孩子 我是什么样的衣服都能穿 我不在乎的 我更在乎的是 百万级带蓝底的雪花棉 前段时间开的 今天给你们切了它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料子 950来克 这么老的种 雪花棉漂得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带点淡淡的蓝底 这个东西 我把它全部下成牌子 然后交给加龙 然后让你们看看这个东西出货 到底有多美 现在开口走 去结料子 在路上呢 跟你们闲聊一个话题 我就发现一事啊 有些哥们 特别特别注重 外在的这些东西 带给资格的那种优越感 往往你需要衣服啊 车啊 等等其他东西 给你带来负加价值的时候 证明你不够自信 也不够强大 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 包括我在内 可能是刚开始赚钱的时候 就想着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抽喝好 烟就很牛逼 再往后走的话 穿个好衣服 穿个好鞋 拿个好包 开个好车 带个好表 再往后走的话 就不这样了 再往后走的话 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可能说了 你小子天天哪里邋遢的 其实我是一农村孩子 咱实实在在讲 我是什么样的衣服 都能穿 我不在乎的 我的前提条件 是我感觉男爷们 就是干净 力所就OK了 就像我现在 天天穿着睡衣 穿着脱了碗 好几个月了 就这个样 到哪都这个样 它很舒服 它舒服就好了 你像我天天穿牛仔 或者是像其他人一样 穿着西装隔离的 它不舒服 当然了 有些场合呢 是没有办法 出于礼貌 那样穿 那么我现在 现在我自个的话 那就无所谓的事 我自个的工作 我自个可以主导 那么我现在 感觉这样是最舒服的 其实我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 我更在乎的是 我是否专注于我的工作 我是否足够努力 我的努力 是否是有效的 我确定这几个结果 我知道我拥有什么 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应该放下什么 其实人慢慢地 长大之后 你会发现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让各种 苦难 委屈 苦难 嘲讽等等 一系列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称大的内心 有些人说有格局 你有错理 格局和屡屡是被 挫折和苦难 慢慢地磨练称大的 当你经历的 越来越多 遭受挫折越来越多 你遭受那些 流言蜚语 累越多的时候 你会更自信 你会活得更洒脱 所以说嘛 生活其实最舒服的状态 就是爸妈身体好 资格有事可做 有益于家庭 有益于自己 有益于这个社会 当然了 我属于那种 没本事的人 如果是说吃饱 喝酒有本事的话 你真的还是要 回报一下这个社会 回报一下整个集体的 路上又是闲聊 接这段话之后 勉励一下自己 也勉励一下我的粉丝 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 都在奋斗 都在不停地往前走 可能当下很难 只要是我们的努力 是有效的 是有结果的 那么明天肯定会更好 废话不多说了 马上到了 到了之后 剪这个料子 剪完给你们看 开告 料子它是物理性的 剪料很讲究功夫的 我跟你说 这个料子的情况 你看这个面的话 它是凹进去的 这个面是往这样走的 整个料子是个三角形的 如果我从这个面 就会比较费料 从这个面解的话 明显不合适 这会撬壳 刚开始这样看的话 是以这个面为主 从这边解料 但是解到后边呢 解到第四道 这边比较小的 我想解五个大剑 所以说我先把后边皮去掉 去掉之后 看看能不能从这个面解 这样解的话呢 就是下料会比较规整 但是说我把皮推掉 先看看什么情况 现在皮已经打掉了 没打很干净 因为怕伤到肉 看了一下 从这边不合适 已经太有劣了 然后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按照先把这个效果去掉 它是一个大剑 然后呢 还是以这个面为主 这样这样切 顺着解掉就可以了 至于解几件货 到最后什么样的 废话不多说 解完给你们看 开稿了